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PG-Link 我们这一次的人保捐赠的华硕的平板 华硕的部分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提供你的手机或平板的画面 可以直接投影到你的电脑萤幕上 如果你有接单枪自然就可以把它投影出去 因为人保这个系统是 它的作业系统是4点多版的 所以我们PG-Link只能用有线的方式 如果你有手机刚好又是华硕的 系统如果是5.0以上的 比如说ZenFone 2 它也可以利用无线的方式 如果它要利用无线的方式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你的区网 就是你的无线网络必须要跟电脑是同一个 同一个Louter底下 第二个就是你的作业系统要5.0以上 如果符合这两个你就可以做无线的投影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有线的部分 有线的部分 就在你的平板里面 就会有一个PC-Link的APP 你就直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它那个会停留在画面上 它红色的画面 那你那时候先不要动 然后 然后这时候呢 把你电脑端 电脑端 那电脑端也要装 也要装PC-Link 电脑端的PC-Link怎么装 到Google直接搜寻PC-Link Google搜寻PC-Link 直接在第一个QA这个地方 这个网页里面 这里就可以下载安装 那各位就自己下载安装 我这边就不再做说明下载安装的部分 那么电脑端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在桌面 在桌面 好我们就要在桌面把PC-Link打开 好那你打开之后呢 接下来呢 把你的那个USB的线 把它插到你的平板上面 所以电脑端这边 PC-Link的软体打开之后 然后电脑那个平板端 平板端 它会出现 允许USB偵测 那你要按确定 要按确定 按了确定之后 把你的PC-Link保持在画面上 那你电脑端就会出现 这一个K011 这个这个 有连线的装置 那你只要点它两下 你的平板的画面 就会投影到电脑上 就可以投影到电脑上 那有趣的是 这个软体很厉害 你不止 不只是你直接操作的画面 它会直接显示 直接显示在上面 比如说我安装软体 我一定会到 到play商店 你看你任何操作的画面 它都会直接显示 那它也可以用滑鼠 用你电脑上面的滑鼠 直接来操纵 直接来操纵你的手机 很厉害 不但如此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是有限的方式来做连接 有限的方式来做连接 有限的方式做连接 那如果你要用无限的呢 我现在来试一试无限的给各位看 那这时候我就要用我的手机了 我把USB拔掉 拔掉 那一样呢 我把这个 把这个PC-Link打开 一样把这个PC-Link打开 那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你的手机端啊 手机端就要 也把那个PC-Link打开 然后它会出现 那这里会出现 你的无限的装置 那我前提是我的手机是5.0以上 而且要在同一个渠网 同一个渠网 那你有出现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点两下